在高中的時候,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在落了萬字十之後,走到學校的植物園散步 有一天,我好像往常走在植物園裡面 我聽到有一些蟲的叫聲,然後我就慢慢走過去 發現一個人蹲在樹下,我以為他發生什麼事 我就去叫他,你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要送你去校醫室? 我摸了一下他之後,他突然轉頭看著我 那個是一個女生,她披頭散髮 整張頭髮都撕在前面,整個精紙一樣 我當時很害怕,轉身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我撞第一塊石,摸了,撞到膝蓋出血 我看到那個女生沒有追上來,我就爬起來 立刻地向前走,由於我經常去那個植物園 所以我對那裡的路是非常熟悉的 我繼續向前走,走一走一走就發現 我居然又回到剛才走過的地方 我就覺得,肯定是因為剛才摸傷 我腦不太清醒,我就繼續向前走 然後,又被我撞到一個小石 差點又摸傷了 我還沒低頭看了一下 然後,拿出我的小電筒 照著那個地下 我又發現了,剛才摸傷我的石 上邊還有我的血汁在那裡 當時我就想,糟了,不會是鬼閉眼吧 我肯定是不信邪的 撿起那塊石仔 就打算找一條路走回宿舍 我一站起來,就聽到後面有人叫我 你是不是找不出去的路啊? 要不要幫你啊? 我順著的聲音,轉眼看了一眼 竟然是剛才見到的那個女生 她依然是披頭散髮,整握頭髮就垂在前面 我當時就嚇到腳都避光 停在原地,走都走不動了 我看著她,手藏腳震的開口說 不好意思啊,我現在就走… 現在就走… 就在這個時候 學校的保安大叔 拿著手電筒在那裡周圍照 我當時就心想,終於都有救了 我順著手電筒的光線,一路跑了出去 見到了保安大叔 被他罵了兩句之後,就走不動了 那次之後,我再都不夠膽 我心想,晚刻自己一個人走去植物園 而是,會找一群同學 陪我一起去 在高中學校,離我家很遠 高校的前三個月 為了可以更好地照顧我 我媽媽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屋 這三個月,我媽媽每天在出宗屋煮好飯送過來給我 每個星期六日,我放假 都會去出宗屋那裡複雜 我把書桌放在房間的角落那裡 我每個週末都會在那裡複雜 但是,住了入那間屋之後沒多久 我每一次坐在書桌前認真看書的時候 就會覺得,一直有些東西 在這裡輕輕地敲著我的頸 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想多了 就不太留意 但是久而久之 這種感覺一直都存在的 只要我一坐在書桌前面 就不停地覺得,有些東西在拋著我的頸 一離開書桌,這種感覺就不見了 於是,我把這種情況說給我媽媽 媽媽都很擔心這種情況會影響我的學習成績 於是,她找了個算命佬 把整件事告訴她 那個算命佬說 很多用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是可以被相機所捕捉的 於是,她就叫我媽媽 在下次再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立刻拍張照 說不定就可以解開謎底了 我半信半疑 下一個星期 我再過去出宗屋複雜的時候 坐在書桌上沒多久 又感覺到了 有一件事在這裡輕輕地敲著我的頸 我當時,整個人都打了冷鎮 又不敢出聲 就在手機微信那裡 發了一條信息給我媽媽 我媽媽看了微信之後 靜悄悄地走過來 替我拍了一張照片 她擔心手機拍不出來 當時是用戴膠卷的相機拍的 拍完照片之後 我媽媽趕快送去拍照店裡曬照片 拿到照片的時候 我和我媽媽兩個人 嚇到臉青口唇白 我在照片上看到 在我旁邊 有一雙 吊在胸中的腳 原來我一直感覺到的 就是想吊自殺的那個人 沿在胸中的腳 因為那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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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胸中 拼來拼去 而插到我的頸 在胸中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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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過了生的人的黑白遺像 每一次我看到那些照片 都會很害怕 然後就發惡夢了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爺爺過了生 當時 家人和他做了一張 紅底的彩色遺像 在照片上的爺爺 瞪大隻眼看著前面 我爺爺把這張照片 放在拜神台的祖先位 我們家裡的格局是這樣的 在房間走出客廳 想要去洗手間或廚房的話 一定會經過拜神櫃 也就是說 會看到那張照片 在日後的時候 我每次回到家 就會很刻意地不看那個方向 因為我每次看到都很害怕 有一天晚上 三更半夜 我起床睡覺了 走出房門之後 顧高的頭 就看到了 爺爺對著我笑 月光透過窗眼 照向那張照片 整張照片反光地看著我 我當時 嚇到廁所都沒有去 趕快回到房間 關門門 上床繼續睡覺 第二天放學之後 我親父母還沒回到家裡 靜悄悄地爬上拜神櫃 把那張照片吸轉了 塞在祖先的那塊牌後面 天靈靈地靈靈 爺爺又怪莫怪 又怪莫怪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你…你睡覺吧 不要看著我了 我很害怕 我一邊暗暗沉沉 一邊放好那張照片 還趁媽媽不在 偷偷地放了住香 然後就是吃飯 寫作業 上床睡覺 三更半夜 我又因為很急尿而醒了 這次我就想 爺爺不會再看著我了 我可以去洗手間了 然後 我慢慢從床上爬起來 就在我打開房門的那一瞬間 有一個人影 就站在我面前 啊 我嚇到整個人砸起來 直接吵醒了隔壁房間的父母 媽媽走出來打開了客廳的燈 那裡還有什麼影子啊 我將剛才看到黑影的事 說了給媽媽聽 媽媽就說我自己嚇自己了 她就說不用怕 快點去吧 快點去洗手間吧 媽媽看著你 在媽媽的保護下 我就鼓起勇氣 繼續走去洗手間了 但是 我剛剛摟高的頭 目光瞄到了 拜神櫃那裡 啊 我發現 爺爺的照片 又凍了在那裡啊 我整個人 嚇到扯殺大氣 媽媽 爺爺 爺爺啊 媽媽覺得很奇怪 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就把吸轉了照片的事 說了給媽媽聽 但是我媽媽說 不要啊 張照片一直都在啊 什麼時候吸轉過啊 我還在扯大氣 拉著媽媽的手 要她和我一起進洗手間 我剛剛打開洗手間的燈 那盞燈 就煞一下煞一下 突然之間 又關上了 我手抖腳震的 趕快進去搞定 就走出來 媽媽陪著我上床 幫我弄好蚊帳之後 她就關門出去了 我睡著之後 看見了爺爺啊 她還是記憶中 那個黃愛可親的樣子 哈哈哈哈 清明節到了嘛 我回來看看你們 放好照片 不要妨礙我的視線才行的 爺爺 好 我再也不會擋住你了 那次之後 我就沒碰過那張照片 而且 我再也不怕黑了 我一定是覺得 爺爺每一天 都在守護著我 清明節到了 希望 你可以夢到那個 思念了很久的人 阿威是一個醫生 有一天晚刻 她接完一宗急診之後 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了 她收拾好東西 就打算落伴回家 走到電梯門口的時候 她見到了一個女護士 就跟她一起 搭著升降機下樓了 但是 那部電梯到了一樓 她還沒有停下來 還一直在下樓 到了庫三層的時候 到電梯門打開了 有一個小女兒 出現了在她們面前 那女兒 倒下一個頭 說要上電梯 阿威見到之後 馬上關上電梯門 旁邊的護士 就很奇怪地問醫生 為何不讓她上來 然後阿威就說 B3是醫院的停屍房 醫院幫每條屍的右手 都綁了一條紅屍帶 阿威剛才不讓那個小女兒上升降機 是因為 她的右手 綁了一條紅屍帶 這個時候 電梯又回到一樓了 阿威覺得很奇怪 電梯為何還不開門 她就覺得 肯定是電梯壞了 然後 她拿出手機 準備打電話保障 但是 手機顯示沒有訊號 她按了電梯牆上面的呼叫鈴 她按了好幾次 按極都沒有人認 然後 她看著面前的女護士 問她手機有沒有訊號 這個時候 女護士從衣袋裡 掃了一部手機出來 递給阿威看 醫生啊 為什麼我這台手機 皮膚不穿 可能也是沒有訊號啊 阿威接過那台手機一看 整個人黑得扎了起來 那部根本就不是手機 是一個紙造的模型而已 這個時候 那個女護士又出聲了 我這隻手 這陣子不是很舒服啊 我是覺得 有些什麼勒著我這樣 醫生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阿威當時心想 正在關電梯的啊 難道 不是應該趕快打電話嗎 她居然 還擔心手套不痛啊 阿威認真看了一下 那部紙造的手機之後 她以為 是這個女護士 太太睡了 拿錯了啊 但是下一秒 那個女護士 就開聲了 對了 醫生啊 你剛才說 樓下那個妹妹仔 手上有條紅絲帶 說說一下 她舉起了她的右手 拼了一下 是不是 這樣的紅絲帶啊 嚇到阿威 立刻把電梯裡面 所有的按鈕 全部都按了一次 她腳都抖了 不斷在這裡按那個呼叫鈴 就這樣 不停按了兩分鐘之後 電梯門 開了 她們 又落到了B3陣 剛才看到的那個妹妹仔 就站在電梯門口 對著她笑 阿威立刻衝出電梯 她向著樓梯間走過去 打開門 就一直向著上面衝 好 終於 在一樓的樓梯間 走回來了 那次之後 阿威半夜加完班 都不太敢搭電梯了 5分之間 4分之間 3分之間